各位朋友们,大家好,解读建筑,今天解读教堂建筑里边的圣徒画像,或者说圣徒雕塑。 在教堂里面呢,我们常常看到那些玻璃窗上也好,或者壁画也好,常常会看到圣徒。 我们知道在天主教啊,有丰盛,为什么会丰盛呢? 这是根据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节,主耶稣对彼得说,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,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,在天上也要捆绑,在地上所释放的,在天上也要释放。 所以天主教呢,根据这节经文,会给一些圣徒丰盛。 当然了,也考虑到他们实际的贡献,这个丰盛呢,也受风气和政治因素的影响。 所以有些丰盛呢,不见得就很好,但是也有真正启发人心的丰盛。 有些教堂名字,还来自于圣徒,为什么那个教堂是来自于那个圣徒的名字呢? 可能是纪念那个圣徒,或者是收藏了那个圣徒的遗骨,就以圣徒的名字来命名那个教堂了。 另外,西方有些人呢,就以圣徒的名字,给自己的小孩命名。 在天主教呢,他们可能会有一层的意思,期待这位圣徒保佑他的孩子。 但是在基督新教,那就不会有这样的意思。 他们纯粹是有一个愿望,就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像这位圣徒一样。 所以天主教和基督新教还是有所不同的。 如果那个教堂的壁画或者塑像是圣施洗约翰的,通常我们会看到他的发须是蓬乱的,是乱乱的。 然后穿着动物的毛皮,然后可能拿着细长的十字架,因为他见证耶稣是神的羔羊。 那另外,如果你看到的圣徒是圣约瑟,就是耶稣的养父呢,圣约瑟可能手持一枝百合花。 据说,他的墓葬开花显示出,他是上帝为玛利亚拣选的丈夫。 开花的墓葬变成了百合花。 那百合花不仅是象征着约瑟的纯洁,也象征着玛利亚,所谓圣母玛利亚的纯洁。 甚至有些人呢,认为这个约瑟在迎娶玛利亚之前,是一位年纪比较大的官夫。 他和前妻的小孩,就是福音书里面提到的耶稣的兄弟。 不过这个完全没有圣经的根据。 为什么呢? 这完全是为了维护玛利亚是终身是童真女的这个形象。 但是玛利亚终身是童真女,这个是违反圣经教导的。 只是耶稣被生出来的时候,那个之前圣经说,只等到玛利亚生了耶稣之后, 然后呢,这位约瑟才和玛利亚同房。 圣经在马太福音明显的告诉我们这一点。 如果圣徒是摩大拉的玛利亚呢,他可能是长头发红衣服啊,那长头发红衣服,红衣服呢,表示他热爱耶稣,红衣服呢,也可能表示他曾经为娼妓啊,但是后来因为跟随耶稣,他悔改了,从良了。 圣保罗的话呢,他就有宝剑八字胡后退的发纪和书啊,代表着他写的书信。 那今天呢,我不讲这些人,我要讲的是这幅,这个壁画,或者说壁雕壁克,我们看这个壁雕壁克。 这是长着翅膀的人啊,不能说是天使,为什么呢? 因为这狮子也长着翅膀啊,下面这牛也长着翅膀啊,鹰也长着翅膀。 中间是一个十字架,那这是代表四本福音书的作者。 第一副是长着翅膀的人,代表着马太福音,代表着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太,也代表着马太福音。 而且,也寓意着马太福音对耶稣的强调,耶稣是人子,强调耶稣的人性。 就好像马太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,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,大卫的子孙,强调他的人性,强调耶稣的人性。 然后呢,再往这边走,狮子,狮子是白兽之王,长着翅膀的狮子,强调代表着马可福音的作者马可。 但是,更代表着强调着耶稣的这个君王的这一方面。 那我们过去都认为,马可福音呢,是强调耶稣是仆人。 但是,我们从这个弊调来看呢,他强调着耶稣的君王,是君王。 如果是这样,也很有意义。 为什么呢?因为马可福音,我们常常看到耶稣立刻行动,立刻做什么。 看来这位君王的行动是很迅猛的。 另外呢,这位君王像仆人一样的服侍我们,那岂不很感动我们吗? 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,也很有意义。 事实上把四个画像,四个弊雕,甚至都放到一卷书上,从四个角度来理解一卷书,也是非常有意义的。 另外呢,第三幅是什么呢? 第三幅是牛肚,代表着路加福音,强调耶稣的像牛肚一样被奉献。 因为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就提到,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在那里献祭,在那里祷告。 所以耶稣就是那位陷在十字架上赎罪的那只公牛。 最后呢,是长着翅膀的老鹰,老鹰是鸟类之王。 老鹰的眼睛可以直视太阳,飞得很高。 而在四福音书里面,约翰福音比较深奥,然后呢,最富有启示性。 所以呢,就以老鹰为代表。 圣经也说,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奥秘。 那为什么十字架在当中呢? 因为四福音,四个弊雕图像就表现了,强调了耶稣的四方面。 所以,中间有十字架在当中。 甚至有些不是弊雕,有些是在玻璃窗上,花窗上。 有这样代表四福音,四福音的作者, 以及强调耶稣四个面相的这样一种设计。 好了,今天就分享到这里,拜拜。 拜拜。